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这个舞台的程式撰写 首先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舞台的部分有三个背景 好那我们点到这个背景区去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有白天晚上还有点灯 好那在白天的时候不管你的灯泡是暗或是亮 它都是这样子这个白天的这个背景 但是晚上呢就有两种状况 一个状况是晚上但是没有点灯 好所以看起来全部黑黑的 好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晚上但是却点灯 好那就是属于这一个背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程式的撰写 好首先呢我们要制造的第一个效果 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白天跟晚上做一个轮流出现 好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当绿期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一个重复执行 好那重复执行呢就会轮流的出现这个白天跟晚上 好那这边呢我们运用到呃在这里的话 我们用广播来做好了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广播就是白天 那另外呢我们再见另外一个广播呢 这个广播呢就叫做晚上 好那在这里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 所以他广播白天之后我们可以让他等待一段时间 好比如说呃我们可以让他每隔10秒 好就可以做一个轮替 好那各位同学就问说那广播白天到底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呃广播白天做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接收到这个广播白天的时候 好事实上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呃背景的一个切换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当我接收到这个白天的时候呢 呃我就去切这个白天 好那但是呢当我接到我们就用复制的方式 好当我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切换到晚上的背景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处理这个舞台呃如果它是在这个晚上的一个状况 好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先设一个呃变数 好来储存到底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好所以我们先制作一个变数好我们就称它为天色好了 好那天色这个变数呢最主要是用来储存到底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好所以呢当它如果是白天的时候 好那我们就设这个变数呢天色呢等于1那如果呢 是晚上的话就设它为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好所以当呃 绿期被点一下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重复侦测好那什么时候呃是晚上的一个呃呃背景呢啊什么时候是点灯的背景呢好这个呢我们就来做一下处理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点灯的一个背景好那点灯的背景是这样好它必须要是晚上 而且呢它的这个灯泡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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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色拉出来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等于 好那当 它的这个天色等于零的时候 它有两个情形 会发生 两个情形会发生 那这哪两个情形呢 一个是灯泡是亮的 一个是灯泡是按着的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时候 灯泡是亮着的 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各位同学看一下 当它是等于暗的时候 是等于零 然后按一下之后 好就变亮了 这时候变成一 好再按一下 是二的时候呢 它会变暗 好再按一下变三的时候 它会变亮 好所以各位同学 可以知道一个形式 就是呢 如果呢当它是二的倍数的时候 它是暗的 好但是它如果不是二的倍数 没有被没有办法 被二整除的时候呢 它就是亮的 好所以我们回来我们舞台这边 好所以在这边呢 呃第一个当天色是按着的 而且呢它不是二的倍数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一个 呃灯泡 灯泡呢除以二 好那它的余数呢 是有余数的 等于一 好所以呢当这个灯泡呢除以二 好而且它的这个余数为一的时候 呃代表天色是暗的 而且是亮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切换 我们的外形就切换到这个呃点灯的部分 好那但是如果除的近的话 代表它是呃暗的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切换到 晚上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完成这个舞台的程式撰写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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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